中老年朋友 要想知道自己的晚年生活命运好不好 你看一看自己这四个方面条件如何 就能知道一心二处 这四个方面的条件我们每个人都存在 就是各有不同 条件好的老年生活命运就会好 条件不具备的 那么就很难有个幸福的晚年 我今天和大家说一说这四个条件 我因为第一点和第四点尤为重要 请大家耐心听完 第一个方面就是身体 看身体是否健康 大家知道健康是第一位的 那么到了晚年就更为突出 如果晚年你身体好 那你就会精神好 就会有好的心情和能力 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从而才能享受晚年生活的美好 如果晚年身体不好 整天病痒痒的 不停地吃药看病 不但自己遭罪 同时也会让全家头云不散 这样的晚年生活不可能快乐 所以说第一个方面非常重要 就是看身体 第二个方面就是看积蓄 这里所说的积蓄 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经济上的老本 这里包含存款 资产 以及其他的收入来源 我们晚年不追求有多么富有 但是经济上一定要充足和够用 比如说看病的钱就一定要留足 老年人在经济上的积蓄 就是你的底气 如果有了积蓄 你的晚年生活就会安心安全 你也会有能力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说到了老年还没有自己的积蓄 或者说没有收入来源 那么就没有生活的基本保障 你的心里就会不安 这样的晚年生活还谈何幸福 所以说第二点积蓄也很重要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看老伴 看是否有一个相依相伴的老伴 我们前半生夫妻二人一路风雨地走过来 到老了更需要有爱人的相互陪伴 因为到晚年 最亲的亲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和你朝夕相处的老伴 晚年生活当中 老年朋友有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饮食习惯 和作息规律 相互关心 相互依靠 这样的晚年生活 才是温暖的幸福的 如果没有老伴的陪伴 那么晚年生活就会显得孤单和辛苦 也就没那么美满 正所谓 有什么都不如有一个好的老伴 所以啊 从现在起 一定要珍惜和善待你的另一半 第四个方面 就是儿女 看有没有孝顺的儿女 俗话说养儿防老 我们大部分人 前半生的打拼 都是为了培养儿女成才 将来老了 好依靠儿女 虽然这个观念有些成就 但是人到了晚年 如果有孝顺儿女的嘘寒问暖 关心和照顾 那么你的老年生活 一定会有幸福感 反之 有的家庭 培养出了不争气的儿女 即便是成年了 甚至中年了 还是不让父母省心 如果这种状况 发生在谁的身上 那么就可以断言 你的晚年生活 就难逃苦命 也就是说 子女的孝顺与否 决定父母能否安享晚年 总而言之 人到晚年 要想命好不着罪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条件 一个也不能少 开开心心度过余生 快快乐乐享受晚年 这才是真正的命好 怎么样 以上这四个方面 你都符合吧 如果因为我说的对 请朋友点赞转发 如果因为我说的不对 或者不周全 还有哪方面没有考虑到的 请大家到评论区留言 咱们一起交流交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